ASSYOW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任性 歡迎你們再度來到 馬桶塔防系列 在前期中 我們看過了全新升級過後的 聯盟女人小隊 不但看出 他們的戰力實在不太夠 而就如同上集所預告的 這一集我們會看過這兩座課金的塔 分別是鬼魂攝影機人 以及使用火焰噴射槍的攝影機人 不過重要的是這座塔它會緩速 所以待會我們會跟女電視機人 還有綠雷射攝影機人稍微比較一下 雖然以DPS來看 最強的還是綠雷射攝影機人 它的DPS有9000 第二高的則是使用火焰噴射器的攝影機人 它的DPS有6000 最弱的則是女電視人 哇說到底女電視人的戰力真的有這麼弱嗎? 還是做著小看它了 你們覺得呢? 在比較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聽說超強的鬼魂攝影機人 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 老實說我從它的上面上看來 看不出來它有特別強 原因是它手很短 只有25 而且又不是範圍輸出 雖然它DPS有6000 看起來全都很大 但恐怕要實際測試才會知道 它到底好不好用喔? OK 那咱們這部影片正式開始以前 邀請各位小新們不要忘記啦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馬桶塔房 就是現在啦 幫這部影片留下個彩色大拇指 然後知道你們想要看到更多 然後這一集 我們的喜歡目標數要怎麼訂呢? 鬼魂攝影機人 DPS有6000 火焰噴射槍攝影機人 DPS有6000 然後這一集 就要訂個1600的喜歡好了 看看能不能趕快得到 那這次我們來使用馬桶總部 做個實測吧 Let's Go 哇 說實話這個場地真的挺好用的 接下來我們選擇監男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監男會太困難 我還是選個中等好了 首先呢 我們先使用綠雷射攝影機人 守前期 初期我先存些錢 我先放下女電視機人 放前面 它放下來的價格是300元 但是它的傷害一開始只有50元 但使用火焰噴射槍的攝影機人 它的價格是400元 它一開始輸出卻有150元 所以我說女電視機人是不是做的太差了 什麼時候作者才要調整它的傷害值啊 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綠色雷射攝影機人 雖然它最便宜 但是放下來時 它的傷害有150元 射程也不差有20元 而使用火焰噴射器的攝影機人 射程只有15元 而綠雷射攝影機人 跟火焰噴射槍的攝影機人 他們的出手時間都一樣 0.5秒 而女電視人 每秒攻擊一次 有點慢啊 所以光出此時的比較 女電視人就輸了很多了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先來看看這個 拿著火焰噴射槍的攝影機人 先來看它的外型 它拿著絕地耀塞耳的火焰噴射器 前端噴著很像藍色火焰的東西 與其說這是火焰 倒不如說這是藍色的例子 而被藍色火焰噴到的蠻好人 也沒有著火特效 反而被女電視人噴到 有燒起來 回來看它的傷害面板 初始傷害是150 攻擊範圍有15 0.5秒出手一次 降速效果是25% 喔對了說到這個降速效果 女電視人居然沒有寫它降速效果有多少 綠雷色的攝影機人也沒有 這個馬桶塔伐越來越像縫合怪遊戲了 連板都不一致喔 看來作者他們之後有蠻多東西要修的喔 接下來我們把它剩到等級2 從外型上看來它的攝影機頭 多出了一個裝置 原本是沒有的 它傷害提升到350 射程控制到18 一樣0.5秒出手一次 再升級 喔現在可以看到它多出了一個 麥克風收音裝置了 這也是原本沒有的喔 此時它輸出是500 攻擊範圍是20 0.4秒出手一次 接著我們再升級 然後等級4 此時它的鏡片 多出了一片保護罩 稍微比較一下沒升級的版本 原本也是沒有的 現在裝上去了 它輸出有500 攻擊範圍22 0.2秒攻擊一次 再升級 哇最後一季的升級 多出了噴射背包以外 還多出了耳罩 它的傷害現在有1200 攻擊範圍是25 0.2秒出手一次 而緩速能力一樣 還是25% 我可以拿它跟綠色攝影機能 比較一下喔 如果我一樣把它升到最滿 它輸出有1800 而綠色攝影機能 它能夠緩速對手50% 這個是官方數據喔 而火焰槍攝影機能 只能緩速25% 而火焰槍攝影機能 它攻擊範圍是扇形 但綠色攝影機能 只能緩一個對手 所以這兩座塔 雖然都是緩速塔 但是它們用途不一樣喔 然後在中等等級 這個拿著火焰槍的攝影機能 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下一個難度又如何呢 我前期把前塔都放前面 讓它們擋傷害 再放兩個綠色攝影機能 幫我守前期 好的 我把所有的前塔都升滿 現在可以來放下主角了 把它們一座一座升滿 讓它們先守住中期 我把它們放在第三排 畢竟它們的輸出範圍有25 到第34波 我所有的拿火焰槍的攝影機能 已經升到最滿了 現在我可以準備來賣科學家 放下更多的火焰槍攝影機能 並且把它們升滿 好的 補武陣完成 我把它們分成兩排 前面有14隻 後面有一隻 後面這隻只是輔助 若不小心被暈眩時 它還可以幫忙 接著就讓它們看看 火焰槍攝影機能證 能不能夠突破艱難 依照我的計算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主要是因為它們都是範圍輸出 對就跟冰霜DJ影響的一樣 但這個角色的缺點就是 手不夠長 畢竟射程只有25 哇這個聲音聽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我肚子都餓囉 喔 居然出現了邪惡波耶 嗨 Waterwhite 他血量有107萬 還有Jesse 他血量只有53萬 但他們血量已經夠多了 但經過燒烤後 喔他居然攻擊了 但Waterwhite擋不下來 Jesse也承受不住傷害 結束這回合 哇看來我們今天運氣不錯啊 千分之一的機率 邪惡波讓我們抽到了 我就把這個好運 也分給正在看對部影片的你 待會拍影片我是應該去買個樂透之類的 49波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目前為止最困難的是邪惡波 喔 幽浮馬桶人也能走過來 哇有兩個爆炸飛馬爾人飛過來 但是被燒掉了 最後還剩下突變馬爾2.0 直升機寄生蟲馬爾人 都掛了 OK是他BOSS了 GMAN3.0 你可以走多遠呢? 沒想到你這麼軟 走到中心就沒了 哇 因為這場遇到了Evil Wave 所以都賺了1000元 搭配鬼魂攝影機能 我們順便測個DJ塔好了 看看他到底好不好用 這次我們也選擇尖男 我們前期一樣用綠雷色攝影機能 守住 並且先存錢 好的22波了 所有的錢打已經升滿 我可以來放下第一隻 鬼魂攝影機能 這個塔的好處就是 他沒有辦法被攻擊 換句話說他是無敵的 所以他也不需要什麼醫療單位 一放到他 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身體是透明 腳還扶起來飄在空中 看得出來他真的是鬼魂 他起始輸出有2500 範圍有10 每一秒攻擊一次 把以他的價格跟他起始輸出來說 一開始還不錯 我們把他升級上去 他的外型沒有改變 傷害提升到7000 攻擊範圍提升到12 每秒攻擊一次 接著我們再升級 外型還是沒改變 但他的輸出現在提升到了10000 攻擊範圍有15 0.8秒攻擊一次 接著我們再來升級 哇要6000 攻速提升了 現在是0.6秒出手一次 攻擊範圍提升到18 傷害有12000 接著我們再升級 哇卻還12000 此時他的輸出來到16000 攻擊範圍有20 0.5秒出手一次 外型一樣沒改變 我們可以再升級他 這次需要20000元 哇他升級真的非常的貴 現在輸出了24000 0.4秒出手一次 攻擊範圍有25 哇看他蠻適合放在第二排的 在我們做壓力測試以前 我們來看一下DJ音響人 放下他後 可以看到一個穿紅色衣服的DJ音響人 再打空氣碟 大家放下來等級 傷害提升5% 他的buff範圍是8 接著我們如果再升級他 牌子變高了 我現在多了個大音箱 不過你的碟去哪裡啦 還在空打 他的傷害提升到10% buff範圍是10 再來升級 哇 下面又多出了兩顆音箱 這已經是他的最高等級了 傷害提升15% buff範圍是12 所以如果想要搭配 鬼魂射擊人的話 Many Tic Tacs Later 看來就只能這樣放了 前面放5隻 後面放4隻 當然這邊也是可以放啦 但我覺得我們這樣放兩排 就可以做壓力測試了 現在只需要把他們一隻隻都升滿 畢竟他們升級價格非常的貴啊 被buff之後的鬼魂射擊人 他的傷害提升到了 27600 也就是說他DPS提升到了69000 所以馬桶人們都走不過來了 再加上這個單位 不會被魚炫 搞不好可以順便宰掉BOSS說不定喔 WOW 群妹三個已經順便被蒸發耶 15分59秒就打完了 好的 今天這集我們看過了兩個獨家單位 湊起來這兩隻都蠻好用的 再加上buff塔 應該會有奇效喔 所以搞不好之後我們可以用這些塔 稍微組合一下 看能不能夠突破無限模式 喔對了 我們這集只有測這個獨家的DJ搶人而已喔 但事實上這個廣播原設的技能 他更難抽 也就是說 他的buff效果會更好 我們就留到之後 再來測試吧 然後接下來就是各位小星星們期待的 公開抽獎環節啦 在上集影片中 我們說要抽出五位觀眾 要送你們MINIGON女攝影技能 而這部影片 截至目前為止 有807的留言 我們就直接開抽囉 第一位是 阿劍視頻 現在我的鑽石超少的60而已 喔現在也蠻少的 再抽完之後 還做了任務 現在只佔205了 但我想我們的目標都一樣啊 都是希望可以抽到DJ電視人 喔 阿劍已經先發送好友邀請給我了 所以你已經預料自己會中獎是嗎 好友邀請我也接受 請記得來領獎喔 那麼第二位 CALL ME HORRORS THE GAMING BOY 任何星 千萬別累壞身體 除了關心Youtuber 也要多關心自己 哇 這真是溫暖的留言 我說真的在做影片時 常常也感受到蠻快樂的 所以坐著坐著時間就忘記了 有時候回過頭來才發現 欸 我居然少吃了一餐 說的沒錯 阿星真的也要多關心自己 喔 看來你也發送好友給我耶 我就直接接受了 也要請你記得來領獎喔 第三個留言 總獎的是 黃金突擊手塗地 阿星你要多喝暖水 這幾天都很冷 喔真的喔 這幾天真的蠻冷的 一直都在快要感冒的邊緣 我想應該蠻多人都是吧 就讓我們一起多喝溫開水 盡量不要感冒 撐過這幾破寒流 就會好多了 那麼黃金突擊手塗地 好友邀請你送出 請記得來領獎 那麼第四位 威廉黃 半鐘文應該是黃威點吧 這位心感謝你幫我們實測 不客氣 總之就是想要分享一些資訊 給沒有這座塔的大家 這樣你會知道 這些塔值不值得買 值不值得抽 好友邀請我已送出 也要請你記得來領獎喔 那麼最後一位 藍貓 看來也是一位YouTuber 有在拍Robots 感謝新放出的獎勵 不客氣 看來你平常也有做好事喔 所以很幸運的中獎 喔 原來你之前就送好友邀請給我了 好友邀請你接受 藍貓也要記得來領獎喔 OK 那既然各位都看到這裡了 那我現在就來公布一下 這集的利多啦 這集我們測過了DJ音響人 所以打算抽出五位幸運的小星星 送你們DJ音響人 雖然說他在寶石寶箱中 78就能抽到 但我想可能有些人 連每任務都沒有做 我說起來 就算你做了每任務 也要做上好一段時間 才能夠抽到200鑽石喔 OK 那我們這集 馬桶塔房也差不多就到這裡結束啦 感謝你的收看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馬桶塔房 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也不妨考慮按下個訂閱 因為之後我還會拍更多喔 那麼最後 這集當然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心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 ... ... ... 然後 ... ... ...